19. 星島日報 上 2015年7月8日星島教育 F03麥田森間麥耀光上聽到年輕小伙子掛在嘴邊的一句話 我不讀大學,一樣會有美好的前途 比爾蓋茨·Bill Grates都沒有讀大學,同樣成為世界首富之一啦 這番話安慰身邊人之餘,亦為自己作點鼓勵 事實上,在學的同學們要找出路,確有不同途徑 除呼與職業專才教育的改革、課程質素的提升 相信也是同學另一選擇,現實中並非只有單一的發展和出路 視乎每個人的個性、專長和特質而有所不同 完成基礎教育後,部分同學會升讀大專院校繼續學業 部分則投身社會開始工作,但是,無論任何途徑 最後都是在社會投身某一項職業從而發展個人的事業 過往一般人的觀感是讀到書的就是聰明兒聰明女 讀不到書的便入職業先修中學、實用中學、工業訓練學院等 故此,職業教育或培訓的資歷與人較低的感覺 但事實上,大學或高等院校部分學位課程 也是以職業培訓為本,以西方一些國家為例 德國的職業教育及培訓是涵蓋了不少的學科 聯合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專上職業教育及培訓 也包括專業學士學位 相等於我們常說大學四方母的資歷 為了讓社會人士清晰地掌握職業教育的實質和價值 推廣職業教育專責小組於兩天前發表報告 當中一環視加強推廣 無使廣大市民更明確地認識職業教育或改變大眾的傳統觀感 最難能可貴的是 當中建議重塑職業教育及培訓的定義 把這範疇定位為職業專才教育 並涵蓋其培訓達至學位程度 而當中有很大比重為職業技能或專業知識和專門內容的課程 其實,這定位十分可取 因為每一職業的領域都有其專門的知識、獨特的技能和專業的態度 當年輕人在某一職業範疇內發展 只要積極向上、努力發展 漸漸變成為該職業群組中的專才 自會獲得理想的經濟回報、個人的成功滿足感 他人的讚賞尊重和社會的欣賞認同 除此之外,為了增強學生、家長、教師、工商機構主管和其他持份者的信心 推廣職業教育專責小組也建議職業專才教育機構提升課程質素 並強化學生的支援服務 這實有助更多年輕人接受職業專才教育和提升形象 在人生的成長過程中 完成了學業歷程便是進入就業的階段 如能在學業與就業的銜接過程中有合適合的職業專才培訓 加上社會人士能以正面的思維觀念去評價職業專才培訓 對年輕人的成長發展定有強大的支持和鼓勵 作者為廠商會中學校長 從事中學教育工作28載 曾任港大、浸大及工大之專任港師 休閲等十五年內 分析